最新的消息要来关心 高雄市的三民区德山街 某一处社区大楼的抽水状况 积水已经抽到了地下三楼 预计在今天就可以结束 而目前最新的现场如何呢 交给记者林炫君 好 主播观众 持续带你来关心三民区德山街 这一处淹水的社区大楼 那我现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这个大楼的B1 那可以看到呢 现场其实掉来了抽风机 要将下面的风给抽干 因为现在目前抽水 作业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 也就是B3的楼层的部分 那因为现在B3呢 除了大量的淹泥以外 还有浓厚的沼气 那现在国军也必须将沼气 统统排出之后 才能下到进行后面 进行最后的一个作业 那其实呢 现场的管线也是相当的扎 除了管线还有淹泥以外呢 现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要将里面的废弃车辆统给拖出 那现在呢 管委会也请来的 他们委外的厂商 准备在B1 B2进行清空 要将目前地下第一层楼 跟第二层楼的车辆 先拖到外面去 那到时候呢 再让这些住户来看说 这些车是要办报废 还是要进行维修 有他们各自已炒粮 那目前呢 现在高雄市监理所的人员 也到了现场来摆设一个摊位 就是让居民可以决定说 他们车子是要来报停时 还是报报废 那车辆要报停时跟报废的时候 居民必须把车牌咨询制作业为主 那他们的后续呢 也会以专任的方式 协助居民做这些停时 或是报废的动作 那后续呢 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 我未免也会为您持续掌握 加坡 车达宝账 局员